还是没怎么看明白 那你是没怎么看的是啊 这大伙都看明白 怎么你没看明白啊 我就不懂啊 这有什么不懂 茶馆说相声吗 茶馆说相声 我还是没怎么看过 没赶上是吧 没赶上 也对 你小 您不也没在茶馆说过吗 您哪让我看看 咱不是他们单位的 你是什么啊 不是 我就说您在茶馆 您啊使一段 让我看看 对 让我看看 老有我的事这里了 刚才有一个那个 一名叫大姑妞的那老头 我 我 你看他在 他要在我就说一个 他不赖就算了 您等着 我找他去啊 喊那大姑妞就 大姑妞呢 大姑妞 辛苦您的 辛苦您的 这个您就是一名叫大姑妞的 多才多艺 不敢当 你这伙计能力大了 哪儿啊 没有不成的 您小小说的 文物双全 不敢这么说 干这孩儿干了也好些年了 二十几年吧 一人可不容易 是 风里来雨里去 苦啊 刮风减半下雨全完 这是说我们老年间 有的时候跟地上演 有的时候跟园子里边演 但是挣这点钱 只够温饱 只够吃喝 而且来说很辛苦 茶馆里边演出 一段完了不能走 还得等着 还等 你不知什么时候上座啊 来人还得唱 对不对啊 来了就得给人演 是 弄好了 能挣这儿 好 弄不好连饭钱都不够 笨的就是饭折 都演完了夜里十二点了 哎呦 到家一点 洗把脸一点半 你看 吃点东西两点半 打喷水洗脸三点 洗完脸三点半 洗脚四点 擦干净四点半 被我铺好了五点半 三个便窝六点 七点已经演出 我起来 哎呀好嘛 折腾一宿没适合 一人不容易 那倒是 跟这儿演 演着半截正高兴呢 呼噜呼噜 过马队演不了了 那就搅和了 全搅和了 是 演着演着 过大兵 全搅和了 也演不了了 都不容易 对 不过在过去来说 艺人也是分三六九等 哦 还都不一样 对了 身份最高的 是说书的 哦 说书艺人 说书的先生 哦 那叫先生 马上来叫上去 人家知道的多 懂的事也多 所以说说书的 为先生 肚囊宽敞 先生也分两种 是吗 一种说书 一种是唱 西河大书 哦 大鼓 大鼓知道吧 我知道西河大鼓 您肯定熟悉 啊 因为您是大鼓妞 那时候不唱 一晃的功夫啊 你已经不是大鼓妞 很多年了 这个西河大鼓书 跟评书呢 既有区别 也有关联 哦 说书艺人分两种 是 一种是评书 只说不唱 哦 还有一种呢 还有一种呢 就是大鼓书 这是 说一会儿 唱一会儿 说一会儿 唱一会儿 连说代唱 最要紧的就是 得会三碗酱 什么叫三碗酱 羊的酱 薛的酱 呼的酱 这是三本书啊 忠臣狭义 哦 都是这个故事 嗯 不过过去呢 有一特点 嗯 艺人说书的时候 为了多让观众 能坐一会儿 嗯 难免书词里边 要对水 怎么叫对水 啊 你看要说相啊 简单 嗯 那如何如何 俩一说大伙听明白了 嗯 说书可不一样 他们呢 经常说了半天 你都不知道说是什么 还有这样的书吗 尤其是西河大鼓书 哦 闲话废话 没用的话特别的多 他唱什么呀 打一开书 跟这儿唱好几十句 啊 你愣不知道唱的是什么 您说的这有点过了 唱好几十句 愣不知道唱什么 那当然了 嗯 慢说是普通的书座 嗯 就是你这唱大鼓 多少年的艺人 哗 你都未必知道是什么 这有点抬杠了 抬杠比打发正的多 这我还真不信这 那要真不信 咱们来回试试吧 可以啊 好吗 我们听听 就是你们这鼓带的 开始开始 唱这么几十句吧 哗 你要是能听出来是什么 嗯 我死去 来吧 快说 放手 哪段 没唱啊 自己叫好 你说说 你说说哪段吧 您都没张嘴呢 张嘴就知道 您唱出来就行 大众的佛台 慢慢听 压住了骨板 输开了整方 这不叫开输了吗 爱听闻来 爱听伍来 爱听见来 爱听众 爱听伍来 伍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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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听伍伍伍 except 那只我自有学艺下过了苦工 倘若我是人前 八词的网 只什么吃喝带 脚下来冰的棚 黑狗粘着 我猫的语图 关公舌尖 我是找直流崩 丝陶短了 丝陶续 续上根儿抹绳子 那可是不中 这不是废话 这部书有心从 头里边唱 敢躲在能长 到热闹的当中 这部书有心 围上来表 书倒了临维是没什么好听 一不提头 而不沦为 正义正我的骨板 咱们书开 正风 来吧 您给大伙 介绍一下之后 什么作品 这全是废话呀 我听不出来 好几十句唱完了 这个妞都没猜出来 那时候没这部书 不知道 这个目的是为了把大伙啊多撑一会儿 做的时间长一会儿 好能够多要点钱 打钱方便 这还是刚开书 要开书之后就更热闹了 还那么些话吗 哎呀 不光废话多 有时候说书的先生 要是半截忘了词 他一边唱一边瞎编 现场编呢 那就更热闹了 您跟他们学一下这个 说书的先生忘词以后 什么状态 好吧 我这么鼓励啊 我给您各位承认承认 咱们听听 我学学这个说书先生 唱了半截忘词了 咱也了解了解 我这是个男的唱大鼓子 跟您那个有一点点区别 咱们小两口 你说着推牙去 您唱 上了就忘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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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得多练个骨套吧 大青夜童 今宿的江洪 千龙夜家宿在北京 满朝的温武富宝设计 一同天下四海生平 温仗着刘洛国 岸天的下 武掌座何神他叫何世龙 直接阴左连城 高欲壮刘洛国待人马 他私房就下山洞 好 这太不熟了吧这先生也 这词就拿鼓爪感觉 传在脸上了 好 大刀商走来了 人公大 好 好 应武应翻 应找应 几对铁锁 几对棍 好 半句都能忘了 鼓杀法子 这玩意 大队的人马 实在的威风 好 把台交锁坐着了 一个老道 老道 先荣道骨 甚是威风 好 这老道 这老道不是一个真老道 好 好 好 那玩意 这是 吏不天官 名叫刘勇 好 刘大人私房 出了北京地 刘大人出了这座北京城 柳大人要往 哪儿 山东去 柳大人四方要去山东城 柳大人不把河南去 这不是废话 柳大人不去山西太原城 柳大人四方 历了北京的好意为柳大人 除了北京奔了山东 不行就换一段吧 这位柳大人 还有心头耍枪呢 作者的吧台 什么味儿 光前的色红 到这儿真忘 刚才也不是假的 应该是一道旋风打路红 好 黄安玉告状 是是 一起来了 不由的心中 往十日明 柳大人他把 把台来下 下轿子 柳大人迈步他就往东行 走着 往东走了 二十来而不 好 扭回头来他就往南行 柳大人往南 走了五步 扭回头来他就往西行 太好了 这位柳大人 这位柳大人 怎么样 柳大人他是一个大人 这么废话 这位柳大人 走着走着 他就站起来走啊 好嘛 一直爬着来了 有一所宅院 面前哪有 柳大人伸手 开开门双上 二门不远 紧对着前胸 伸手开开 门两个善 离间无不远 那紧对前胸 伸手开开 门两个善 炕台不远 紧对着前胸 柳大人卖步 怎么样 炕台来上 窗台不远 是紧对前胸 脚蹬着窗台 好嘛 窗户来上 卡卡着 窗户只是撕了 一个大窟窿 又跳在了远当中 要出去了 您刚才说的那个 还真挺好玩的 这叫学习和 这是传统相声里边 一个经典的节目 我们是想通过这个 茶馆的这一个浓缩 来展现民国时期 相声艺人的种种不容易 时间慢慢地往后推 逐渐就来到现代了 到了现代之后 相声演员又发生了什么事呢 又有好多好玩的故事 都想让大伙都知道 你想吗 我想知道 别着急 慢慢地看 我们来告诉您 相声艺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丢上了 你到我身边 回来 带来微笑 侏罗纪时代 死了 还有一年是你了 我既姓温 又姓鸭 他那屋里啊 东西有那个 你瞧一瞧吧 就那个 你搁上袜子 第二天 干了 你倒是啃干净了吗 你 说有一座什么山 四条腿 山上有座什么庙 四条腿 没完啦 四条腿 说地亲 地也不算亲 我认为您的身体比我要强 是吗 你看你看这毛色 什么话 买了狗粮之后 亲自尝 我尝尝 口味不行吗 你懒